- 解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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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小节,第二小节 Pi控制器的实验 首先呢我们利用Cimulink来进行模拟 针对直流式物马达的速度控制进行实验 在这图当中,我们看到 马达的模型的转移函数是s加50分之50 前面的PI控制器是s分之s加1 所以那s分之s就是p控制器 s分之1就是i控制器 透过这样一个回路 我们来进行速度控制的实验 这是参数设定 先假设不接的中值为1 模拟时间改成5秒 接下来我们会更改PI控制器的分子的系数 在不同的参数情况下 看它的模拟结果 这张图是针对PI控制器 在马达的速度控制的模拟结果 假设Kp是常数等于1 Kp是常数是1 它不动 接下来我们从Ki从0开始增加 Ki从0 1 2 3 到10 我们会发现 Ki增加的时候 它的数值越来越高 代表什么 代表稳态误差越来越小 第二个曲线还是一样是马达速控制 但这时候我们假设Ki是常数 改变Kp Kp从0 0.5 1 到10 我们会发现 Kp越小的时候 超力量越大 Kp越大的时候 超力量变小 而且反应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Pi的实验结果 Ki可以改善文态误差 Kp可以改善反应速度 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下一个实验 利用Pi控制器来用在 闭回路的自由数码达位置控制 我们可以从图形上面看到 码达的转移函数是 x平方加上50x分之50 我们Pi控制器是x分之x加1 一样我们可以设定布阶的中值为1 模拟时间为20秒 我们会更改 Pi控制器的分子的系数 进行模拟 分别改变它的Kp跟Ki 模拟结果如下 这是一个 Pi控制器在马达位置控制的模拟结果 我们先假设Kp等于1是常数 改变不同的Ki 从Ki从0 Ki等于1 Ki等于5 我们会发现 当我Ki增加的时候 百分超越量 overshoot会增加 反应变快 但是超越量会增加 在一开始站那会有点震荡的感觉 下一个图形 假设Ki是常数 改变Kp 从Kp等于0 你发现震荡非常严重 在Kp等于0.05 Kp到0.5 到Kp等于1 你会发现响应越来越好 从原来的Kp等于是一个震荡的情况 慢慢收敛 这就是Kp的效果 Kp可以让我系统从原来的不稳定系统 改变成稳定系统 这是它的位置控制的实验结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Pi控制器在速度控制跟位置控制的实验 接下来是我们在利用Pi控制器在马达位置控制的接线图 一样左图是控制面板 经过适当的接线 把控制面用到驱动器 右下角黑色的方块 再把控制电压送到马达 把位置的电压讯号回收到控制面板 进行位置控制 这是我们整个位置控制的方块图 我们马达转移函数是S乘上tau ms加1分之K 我们利用Pi控制器 S分之Kps加Ki来进行控制 我们接下来看下实验步骤 我们将输入电压A的大小设为1伏特 K值设为1 这是我们调整Cm02的Kp跟Cm03的Ki 记录Ki跟Kp的数字 量测部阶的波形跟电位计的输出Vθ的波形 可以重复实验 根据不同的Kp跟Ki下 观察它的输出响应 这个波形是我们在马达位置控制的实验结果 假设Kp等于4 Ki等于0.5 输入讯号是黄色波形 输出的波形是蓝色波形 这代表是一个位置电压 我们会发现它的overshoot是比较大的 稳采误差还不错 当我把Ki变小的时候 会发现它的震荡情况会变得严重 在下一个 我们假设Kp等于5 Ki等于0.95 这是在另外一个参数情况下 我们马达的位置控制的波形 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得知 利用Pi控制 基本上可以让马达的位置控制跟速度控制 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在这节章中 我们利用了Pi控制器 针对马达的位置控制跟速度控制 分别进行模拟跟实验 可以得知P控制器可以改善它的站态特性 同时它可能会让 系统从不稳定变成稳定 交换它的响应 那Ki的控制器呢 可以改善它的稳态误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